老五老文教基金会与陆港天后宫在陆港镇办817 让我们抱一起路跑见走活动庆祝祖母节 上千位民众参加主办单位带动票 小朋友也抱着阿公阿嬷场面温馨热闹 陆港镇11岁双胞胎姐妹邓乔云 邓乔芳与9岁的妹妹邓伟欣 刚与家人从台东骑车到花莲 完成自行车200公里的挑战 今天他们也为了送阿嬷祖母节的礼物 带着全家人参加陆港老五老路跑活动 邓伟欣说他要送给阿嬷最健康的祖母节礼物 老五老基金会董事长林震介说老五老基金会已经连续四年举办拥抱的活动 共有1700位张哲宇家人一起来参与 大家每天也抱一抱家人长辈给他们最直接的关爱 联合报郭顺文章话报道